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 都受到了病毒的攻击 是受害者 不是加害者 更不是病毒的同谋 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和传染病的威胁 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 同都共计 而不是相互指责 甚至叫嚣什么追责索赔 我不记得国际上有过类似的做法 美国的一些人必须要清楚 他们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中国 国际社会只有同仇敌忾 团结合作 才能 战胜病毒 一味地攻击抹黑 他国 不能挽回浪费的时间和逝去的生命 我们希望美方的这些人 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尊重国际公论 停止对中国的无端的攻击指责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多聚焦国内抗议 多推动国际抗议合作 中方的表现 我们的贡献 得到了国际社会 普遍的积极评价 任何对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 透明度的质疑 既不符合事实 也是对中国人民 为防控疫情付出 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中方也多次强调 病毒源头问题 是严肃的科学问题 应当由科学家们 和医学专家们去解决 我们希望澳方能够 以客观科学严谨的态度 来对待病毒源头问题 我们希望澳方的有关人士 能够多做 有利于中澳关系 多做有助于深化两国互信 多做有助于两国疫情防控的事情 而不是附和某个国家 跟风炒作 对于香港特区警方 依法采取的拘捕行动 个别西方政客 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甚至公然要求 香港警方撤销控罪 这是对中国香港事务的粗暴干涉 是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 严重践踏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 和坚决反对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香港警方依法执法 不容歪曲抹黑 我要再次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 干预 我们敦促 有关方面 切实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 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 撑腰张目 停止以任何方式 干涉中国内政 近来美方个别官员 一再散布 诋毁抹黑中方防控工作的 不实言论 他们的目的是 相拔水搅浑 推卸自身防控不力的责任 但谎言无论重复多少遍 依然是谎言 中方已经用事实和行动 全面戳穿了美方的谎言 我们奉劝这些美国官员 把精力 用在做好自身的 疫情防控工作上 而不是试图到处甩锅 这样只会预盖弥彰 不仅无助于 缓解美国国内的疫情 而且会严重干扰 中美的抗议合作 损害两国关系 在执行安理会 社超决议这个问题上 中方一贯认真履行 我们的国际义务 我们按照决议的规定 处理有关问题 我想最近的一系列的事实 已经证明 这篇文章毫无事实依据 根本不值一波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对中国搞污名化的错误行径 以免对中美的抗议合作 造成严重后果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海南省三沙市 设立西沙区南沙区 这是中方正常的行政区划设置 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越方有损中国南海主权 和权益的言行 并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